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動找上國內大廠 上銀總裁卓永才 證實這項消息 看好轉單效益 為企業帶來禮奪 在這些新產品上面 面對法人侃侃兒談 工具集大廠第二季法書會 上銀新任董事長卓文恆 挑起重擔面對法人提問 一旁父親卓永才放手 讓兒子發揮 更是語帶自豪 因為我想他在公司已經二十四年了 那行銷製造都參與很多 我的看法跟人家不一樣 因為變局很大 很多是不可預測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來交班學習 是最好了 困難時刻正考驗台場競爭力 業界傳出工具機普遍訂單 大砍二到四成 上銀上半年合併營收 也年衰退百分之二十二 上半年每股EPS四點七八元 面對困難上銀分散市場 朝歐洲 日本 美國進軍 日韓貿易互打 也讓韓國業者找上台灣 這個日韓貿易大戰 也會帶來蠻明顯的轉單效益 因為我們剛從韓國回來 他們都在加班 為什麼他要從日本以外找到料源 然後過去像我們來講 我們有長期跟這些合作 所以現在也非常忙碌 美中貿易戰中文才認為 對上銀來講是短空長多 人民幣近期扁破七字頭 亞洲貨幣金扁 他也建議央行中信政策之餘 適度貶值 而下半年近期他這麼看 外商移到東南亞投資的需求 會慢慢增加 所以但是今年看起來 第三季不會比第二季好 在工具機的本身來看 那第一季還得再看看局勢的變化 工具機朝越南發展趨勢更加明顯 上一期下的大銀維系統 九月將掛牌上市 業者做好準備 引引各種挑戰 新台記者林家維審衛同 台灣台北報導 再來看到工業電腦大廠 研華本週召開法人說明會公布 今年上半年的每股盈餘為新台幣5.02元 同時也宣布破壞美國歐洲等四大地區的五年投資計畫 要擴大在地投資跟人才經營 我覺得把自己能力加強 面對變化莫測的國際形勢 工業電腦大廠研華將危機視為轉機 法術會上宣布破壞美國歐洲中國大陸 以及新興市場四大地區的五年投資計畫 研華也規劃年底前要在南加州構地成立美國新總 部級服務中心加強在地服務能量 也預計兩年內設立八個銷售據點 目標營收五年倍增到十億美元 而北美區域今年上半年營收年增百分之十四點六 歐洲區域年增百分之一點七 中國大陸則是年減百分之九點四 而亞洲級新興市場營收年增百分之二十三點六 成長強景 面對貿易戰總經理陳清晰指出在臺灣林口三期新大樓規劃在明年出動土 並在二零二二年初進駐作為智能服務事業群的營運總部 而除了在地投資跟人才經營 研華也期望透過IoT SRP軟硬整合服務驅動新一波的成長 另外來看到國內老牌電源大廠面對美中貿易戰是積極轉型 不關活化資產從出售中國土地 本業強化在地製造全球布局 日前通過了經濟部回臺投資計畫 將投入二十五億元在淡水設新廠房 二十五億的那個回臺投資專案是已經通過 所以我們會在那個今年的下半年來那個進行這個 我們新的那個廠房的一個進建 一次的興建 為了降低美洲貿易戰風險 同時深耕臺灣 竟然把旗下電源大廠康書通過回臺投資計畫 二十五億淡水新廠明年第四季完工投產 帶動一千三百個本國就業機會 加速布局全球 不過目前為止我們所看到的在下半年 客戶給我們的目前的feedback都還是相對來說是正面的 抗數調整大陸產能東莞土地出售 挹注第二季獲利五點六億億 合併營收較前季成長百分之二點五 毛利率回升到百分之十五水位 不過中國大陸人民幣匯率波動 也給營運造成挑戰 尤其出售土地之後蠻多的人民幣 可能會受到一些影響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們會做適當的避險 康書近年入股電動機車廠狗狗肉切入換電站能源解決方案 從傳統電源廠搖身一變成為電源百貨公司 高層預估主要的消費性電源業績也是穩定成長 康書指出國際局勢瞬息萬變 民主建在地化的需求是明顯上升 加同步擴大臺灣以及菲律賓廠區產能 加速導入產線智慧自動化 好降低成本提高競爭力 記者帶您看到這一週的財經趨勢短播 在中國大陸表示停止購買美國農產品後 白宮將暫緩批准美國公司與華為恢復業務往來的許可 全球前三大MB品牌廠聯想惠普以及戴爾 傳輸將打頭陣在二零一九下半年上市 蘋果的5G Macbook系列則在二零二零年下半渴望量產上市 台廠華碩跟宏基目前的設計還未定案 博通傳出又要收購博通賽門鐵客 不過這次只對企業端加強企業雲端安全防護等解決方案 資源感興趣 所以收購金額只剩一百億美金 分析師預估蘋果將在二零二一年推出同時搭配臉部辨識 Face ID 跟螢幕下指紋辨識的新款iPhone 其中高通和GISKY 渴望切入相關超聲波技術供應鏈 新唐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迎接產業趨勢和貿易戰 政府端出鏈結產業新戰略 規劃了三大產業目標 那麼其中的智慧製造在本週率先登場 由台灣機械業和研發單位合作 展示近三十項智慧製造研發技術 行啟動 產官員代表齊聚為台灣智慧製造發展策略 展現合作決心 包括機械工會理事長科拔熙 有家集團總裁朱智陽 和十三家企業董作 協同工業院自測會等四家研發單位 網感測根控制 聯網層以及AI等三大面向發展 也是台灣首創產研電節的合作模式 像是人工智慧或各方面的運算技術 來產出更高的價值 科專的研發成果裡面都有做展示 工業4.0剛剛好就是機械業 加上自通信產業的結合 所以台灣有這兩個最強的產業都在台灣 這兩個強強結合 我相信台灣可以在工業4.0 可以在全世界佔到一個矛頭 科拔熙指出美中貿易戰使得很多工廠 從中國大陸搬遷到其他國家 新廠會有設備的需求 未來智慧化的需求不會改變 對台灣機械產業來說是短空長多 台灣將有不錯的機會 為什麼我們會這麼強 因為我們的CP值非常高 現在再加上我們的智慧化的能力 會又非常高 所以其實台灣的機械業一直是佔著這樣一個 很好的全球的商機 台灣應該是我不敢說全世界唯一的 至少是少數國家 讓我感受到台灣的大型企業跟中小型 中小企業事實上是沒什麼差別的 中小企業有它很多的靈活性 把有家放到日本放在韓國 我想今天沒有我這樣的機會 能夠有這樣的一種 全球第三大工具機集團有家總裁朱智陽 則點出台灣經商環境的特色彈性自由 讓中小企業也能發揮最大效益 而面對美中貿易戰提升到匯率戰 機械業認為台幣的匯率還是有貶值的空間 新唐利亞特電視黃亮簡李晶晶 台灣台北報導 歡迎回來電信產業焦點來看到 本週二五大電信業者 包括遠傳電信董事長徐旭東 以電信協會理事長的身份出席 還有台灣大哥大董事長蔡明忠 各家董總高層都到場會面NCC主委 業者喊話希望主管機關出面鼓勵5G共平共建 以及共網 尤其關鍵的標金金額應該合理化 遠傳電信董事長徐旭東快步步步入會場 這回有備而來 五大電信業者週二通通齊聚 會見主管機關NCC年底5G即將試照 業者提出5G共平共建共網 相關規定喊話適度放寬 頻寬取得下限至少60MHz 現在共平共網的話 尤其是共平這邊 那個100MHz 就是說機器能夠支援最多就是100MHz 所以說兩個業者標到的這個頻譜的數量 如果加起來超過100MHz 其實這是一個國家頻譜資源浪費 因為加起來最多就只能100MHz 那如果不在隔壁要共平也沒辦法 所以這個的確都是需要主管機關 來協助大家來完成這樣的這個美意 NCC預計年底針對3.5GHz 釋出270MHz頻寬 不過無家業者通通搶去標 不光沒有效益 小心業者更沒機會停譜標金 陳業界也期盼能夠正常化 基本上大家都不希望出太高 那麼但是這個就是看警標的時候 產生的一種反應了 標金能夠合理化這是必然 最重要我們也希望說整個政府政策 在5G的規劃上面能夠有更完整的政策 要好好做5G是需要80到100的 低於80你不是真的在做5G 那我覺得不見得5家都要進來標 那有一些可以就是說 我們大家可以用share的情況 也可以用租的也可以用MVNO 所以有很多種不同的options NCC官員透露本次拜會取得良好溝通進展 中華電信董事長謝基茂 台灣大董事長蔡明忠 台灣之星董事長林清堂 亞太電信董事長呂芳明都有出席 5G競標如何兼顧產業發展市場平衡性 訂定好遊戲規則將是主管機關一大課題 再來看到金管會歷經四個月審查 核發三張純網銀執照 學者肯定純網銀將為產業帶來正向影響 但是問題來了 台灣銀行37家 多數也有網路銀行服務 因此純網銀究竟是殺丁魚還是碾魚 恐怕產業創新將是根本關鍵 傳統銀行得趕三點半 純網銀沒有實體分行 業務二十四小時全天候online 金管會核准三張執照 預計二零二零年陸續開張 但問題來了台灣銀行37家 多數也有網路銀行服務 整體效益的話來講的話 其實純網銀我覺得可以做的 其實一般的原本的銀行也都可以做 台灣一般的業界來想 花了很多的時間在產品的開發設計 但是對於使用者的洞察這一塊 其實是比較缺乏的 我覺得這個是未來面對一個很大的挑戰 純網銀面臨既有銀行競爭 自然課題 營運模式都是挑戰 學者陳文華指出 歐洲銀行業在加入純網銀之後 實體分行快速減少超過一半 美國銀行業則因為純網銀的出現 刺激營運 績效提升 學者肯定純網銀將為產業帶來正向影響 其實對於整個產業的發展 其實我覺得相對的是 造成那個傳統銀行去 去重新思考它跟客戶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你不能像台灣過去很多行業 都是普世產大效應 看別人做什麼我就要跟人做什麼 也確實有成本先天優勢 日本樂天純網銀只用了640名員工 在日本總共服務720萬客戶 台北富邦銀行450萬客戶 卻需要多達8000位員工才足夠 學者分析純網銀更強調客戶導向 特別是1990年後出生的Z時代 三家怎樣去找到自己的優勢 然後去找到他的優勢可以在台灣有多大的市場 那如果台灣市場不夠大 那到底有沒有辦法進到東南亞市場 或國際市場去提供這些service 台灣發展純網銀慢了30年 得從科技創新體驗下手才能搶得先機 新台南在電視臨架外省為同台灣台北報導 外商看口離安風力前景配合政府政策 下單本土廠商丹麥哥本哈根基礎建設基金 釋出彰化外海兩座風廠 總計600MW的路上變電站 由國內東元電機得標拿下 本週一雙方正式簽約 合約金額將近20億 東元總經理連昭志和CIP台灣區執行長 何一凱共同簽約 丹麥哥本哈根基礎建設基金 將彰化外海 張方和西島 兩座風廠的路上變電站下單國內業者 從設計採購施工 全數百分之百委任本土廠商 合約規模將近20億 最快2021年就會竣工 路上變電站 政府原先只要求本土化比例只要25% 但外商大幅超前 全數委由台灣業者施工 也加速本土化能量 不過離岸風電產業鏈成軍 對許多台灣業者都是投一回 外商業建議離岸風機關鍵零組件 應可納入國際廠商參與 好確保本土化政策能長長久久 CIP去年舉行本土化產業鏈成軍大會 至今採購超過200億元 用行動力挺台灣 針對經濟部離岸風廠 今年進入第三階段招標 業者建議應該等到明年再度進行 也檢討今年本土化政策的落實進度 現代記者王冠林 沈偉彤 臺灣特別報導 接下來帶您瀏覽這一週的重要財經數據 地區 好 觀眾朋友 如果您今天在網路上看到一段影片中 出現了你的影像 但是內容卻不是你曾經說過的話 你的反應會是如何呢 近來有一項AI換點技術 製造出不少假影片 讓不少公眾人物 甚至是一般民眾都深受其害 而隨著美國總統大選即將到來 各界擔憂 這項技術很有可能淪為操縱民意的工具 不經意看 還以為眼前這位是好萊塢劇情 湯姆·克魯斯 但他其實是左畫面中的男子 到底怎麼做到的 這正是一項AI換臉技術 這項技術不僅能夠換臉 還能偽造聲帶 以及呈現出純形同步 不過好玩歸好玩 AI換臉技術自從問世以來 製造出不少無法辨識的假影片 不少公眾人物甚至一般民眾都深受其害 隨著美國2020總統大選即將到來 這項技術更可能淪為操縱民意的工具 AI換臉技術造成的影響 像波及全世界人人都有可能成為受害者 美國國防部目前正與美國國內的一些科研機構 研究打擊假影片 也有不少實驗室以及研究中心 都在尋找Deep Fake的破綻 而身在網路世代的我們 面對訊息爆炸的世界 勢必得審視查證 新唐人亞特電視 趙婷玉 整理報導 三星Note 10系列觸控比升級 揭開5G旗艦機大戰 更詳細內容 收集一下 馬上回來 歡迎回來 南韓科技大廠三星電子 在紐約正式發布了新一代旗艦機 而8月中下旬 台灣將跟全球同步上市 其中一大亮點就是升級版的觸控比 這支觸控比能進行遠端操作 不管是切換相機模式 還是進行自拍都可以 馬上帶您搶閒看 南韓科技大廠三星 在美國正式發表下半年旗艦機款 推出6.8吋跟6.3吋兩款型號 其中一大亮點就是升級版的觸控比 就是那麼神奇 觸控比隔空就能進行操作 在空中輕輕一揮 就可以做到zoom in 跟zoom out 的動作 不管是遠端遙控 然後我們可以做zoom in zoom out 或者是可以做不同模式的切換 這更進階帶來手勢操作 讓消費者有更多樣的玩法 Nose 10 Plus還配備了1600萬畫素 123度的超廣角鏡頭 這次旗艦機除了有4G版本 還有5G版本 而隨著美中兩國 進逐拉動5G佈局加速 蘋果也傳出明年將推出5G iPhone應戰 資色會的產業分析師韓文堯指出 而非一口氣全部導入 而近期日本跟韓國陷入貿易爭端 是否會影響到三星Nose 10系列出貨量 臺灣三星指出會爭取最大貨量 滿足臺灣消費者的需求 新唐亞太電視王冠玲 臺灣臺北採訪報導 接著看到周四清晨的一場地震 不光民眾受到驚嚇 企業更怕服務中斷 國內電信業者結盟二類電信 推出了創新混合雲服務 看好相關商機的蓬勃發展 全球運算時代來臨 企業機房改用虛擬主機 但郭友雲會遇到系統不相容 還有駭客自然攻擊 更怕天災地震 國內一類電信業者臺灣大哥大 找上二類電信業者數位通國際合作 推出新一代混合雲服務 解決資料落地需求 又加速營運效率 但這個混合雲整個部署完成之後 以後不管是地震或是颱風 你都可以在家裡好好地睡覺 因為我們的這個混合雲的整個平台 會幫你處理所有的這個異地 備援甚至即時開啟異地的 computing power 讓你的用戶可以不間斷使用這樣 臺各大看好雲端服務趨勢 採用VMware解決方案 中華電信二零一零年開始推出 商用HighCloud雲端服務 提供政府機關金融業 遠川去年找上微軟 導入Ashury Stack混合雲 推出在地化應用 公有雲的需求 私有雲需求都一直在增加 那混合雲在未來 會是一個主要的方向 因為這樣上雲的速度 代表它的企業 新創新服務的推出的能力 會比它的同業競爭業者會強 所以這是為什麼現在企業上雲 變成很重要的競爭力的指標 剛的數據二零二二年全球公有雲市場營收 將高達兩千七百九十一美元 較二零一八年成長近六成 台各大預計年底前 就有超過四十家企業 導入相關方案 成為電信業者角逐重要戰場 新達地市曾一豪沈偉彤 臺灣台北報導 帶您看到下週有哪些重要的財經活動 八月十三號廣達法說會 八月十四號二零一九全臺灣 企業員工大調查公布 八月十五號 台北國際橫太季國防工業展開幕 八月十六號 特斯拉上調全自動駕駛軟體包價格 謝謝您收看這一週的財經趨勢4.0 我是趙婷玉 我們下週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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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週再見